如果要问香港娱乐圈中谁更像老好人 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古天乐这个名字 曾经古天乐饰演的杨过已经播出就分米万千少女 更是被精英老爷子高度评价 还称他扮演的杨过是后无来者 被称为只有太阳才能黑他的古天乐 没想到今年来却被爆出大量丑闻黑料 还曾经在剧组羞辱温红近20分钟 温红直接崩溃大哭 后来古天乐解释是因为温红迟到了 导致整个剧组的人都在等温红一个人 他是看大家都太辛苦了 所以才会当场发飙 而温红却表示古天乐是爱而不得故意刁难 具体真相如何大家也不得而知 好在后来两人也握手言和了 古天乐在成名之前曾历经了磨难 体验过人身百味 1970年 古天乐出生在香港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 有一个弟弟叫古天英 父亲古正光曾是香港一名电影演员 后来演戏没有熬出头 便弃影从商 他们一家四口住在望角几十平的出租屋里 父母在街边开了一间卖衣服的店铺 因为家境频繁 所以母亲对他和弟弟管教十分严格 希望能够望子成龙 古天乐自小心格内向 不爱说话 在学校里也没什么朋友 而且学习成绩也一直不是很好 母亲的高压管制也让古天乐有了叛逆之心 他从加密中学毕业后就不如社会打工了 15岁那年古天乐开始闯荡社会 也尝尽了人间冷暖 吃尽了不少苦头 为了生存 古天乐做过许多底层工作 比如服务员 搬运工 售货员 保安 洗碗工等等 古天乐印象最深的是 他在酒楼上班的第一天 洗了一整天脱了皮的舌 后来他回忆说 那种新臭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虽然吃了很多苦 但古天乐遭遇的劫难很快就要来临 刚满20岁那年 古天乐结交了一群无所事事的朋友 也让他一不小心误入歧途 有一天 这些所谓的好朋友们因为缺钱 商量着一起缺墙 于是拉上了古天乐一起 当时古天乐负责放风 但他为了义气 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罪行 结果他被逮捕入狱 判了18个月 入狱时 古天乐托付一个好朋友 帮忙照顾女友 结果这个好朋友 直接把他女友给撬走了 古天乐知道后气愤至极 在监狱里经常和人打架 结果原本18个月的行期 最后增加到了22个月 在古天乐人生最绝望的时候 一个70岁的修女救赎了她的人生 修女不愿看到年纪轻轻的古天乐 整天浑浑噩噩 于是开导她说 人生经常面对不同的挫败 只要有勇气 敢去面对 敢去承认 总有一天会再站起来 修女的一番话 让古天乐彻底幡然醒悟 她的人生也因此彻底被改变 古天乐说 她是影响我一生的人 而古天乐也没有辜负修女的教导 她活成了一个充满光亮的人 出狱后 古天乐听了修女的话 决定重新开始 好好生活 于是 她找了一份模特经纪人的工作 每天都非常努力 这份工作 古天乐需要发掘一些模特 来拍摄广告 结果古天乐一直没找合适的人 无奈之下 古天乐只好自己上阵 拍摄了一个广告 而且效果非常好 就这样 古天乐阴差阳错 成为了一名广告模特 人生也开始悄然发生了变化 1991年到1993年期间 古天乐评级英镜的外形 参与拍摄了一些知名歌手的MV 因为拍摄了MV 古天乐又被TVB的心态相中 邀请他成为TVB的签约艺人 一开始 古天乐觉得自己拍广告和MV挺好的 便直接拒绝了 谁曾想 后来模特公司倒闭了 古天乐只好选择去了TVB的艺员培训班 成了一个旁听生 到了TVB后 因为是初出茅庐 所以古天乐只能跑龙套 演小配角 除了跑龙套 古天乐还给人当棒舞 他就曾给郑少秋当过棒舞 可尽管如此 古天乐的运气还是抵挡不住 到了TVB两年 跑了一年龙套后 便一飞冲天 而古天乐能够在香港娱乐圈迅速闯出名堂 要感谢的贵人便是哥哥张国荣 1994年 张国荣在一个访谈节目中 被主持人问到谁会是他的接班人 张国荣说 你们可以留意一个人 就是现在还是一个新人 简直新到不知名 那个人叫古天乐 长得好像刘德华和郭富城的混合 结果 张国荣的高度称赞和认可 上海市新人的古天乐 开始备受香港媒体的关注 如此以来 古天乐在哥哥张国荣的鼓励和帮助下 开始渐渐展露头角 张国荣也没有看错人 新人古天乐一跃成为了当红男星 到了1995年 古天乐和李若彤合作主演了《神雕侠侣》 平级杨国一脚一举爆红 这是古天乐第一次当男主角 却也成就了他的巅峰人生 此后多年 尽管《神雕侠侣》被多次翻拍 但古天乐始终是观众心中最好的杨过 后来 监制李天盛谈记当年为何选古天乐出演杨过时说 他和杨过真的很像 一炮而红之后 古天乐逆袭成了香港一线男星 开始片约不断 古天乐是个工作狂 李若彤和他一起拍戏时 就说他每天有用不完的劲 而且他拍戏特别繁忙 每天回家只有一两个小时休息时间 再加上古天乐非常讨厌化妆 也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化妆上 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把自己晒黑 至此之后 古天乐开始走上了美黑的道路 为了能够快速把自己晒黑 他专门买了一个日晒床 放在家中阳台上 只有时间 古天乐就去晒太阳 变黑之后 古天乐反而拓宽了自己的戏路 他也从当年的奶油小身 变成了银瓶硬汉 此后 古天乐相继出演了诸多经典电影 也成了香港演艺圈举足轻重的男演员 古天乐曾感慨地说 自己也很想结婚 想要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晚婚比较好 因为人成熟了 事业也有基础啦 当然 生个小孩也是应该的 可古天乐至今依然没有成家 孤身一人的他 只有过一段公开的甜蜜恋情 1994年 古天乐在拍摄 参赞有宋家时 结识了女演员黄继莹 两人因戏结缘 谈起了恋爱 那时候 古天乐虽然成了名 但因为有过入狱经历 也因此经历了一段难熬的时光 但作为女友的黄继莹 一直默默陪在他身边 不离不弃地给他鼓励和勇气 古天乐甚至动情地说 我有一点点能力 都会保护他一辈子 一生都不会让人伤害他 只可惜 两人最终还是有缘无分 没能走到最后 他们一起携手度过了七年之久后 最终遗憾分手 对于分手原因 古天乐坦然称 黄继莹是一位好女孩 但两人在思想上有差距和不同 所以后来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 才最终走向了分手的地步 分手后 黄继莹也没有说半句古天乐的坏话 反而称赞他是个好人 黄继莹也成为了 古天乐唯一公开承认过的女友 至此再也没有公开过恋情 而古天乐也曾表示 不管他跟黄继莹关系好还是不好 他都会照顾他一辈子 原本以为两人的关系就止不于此 但不曾想 两人在这之后进入了隐婚状态 甚至还有了一个儿子 据悉 黄继莹曾在一次朋友聚会中 手中抱着的一个小男孩模样 与古天乐极为相似 媒体甚至爆料 古天乐和黄继莹已经离婚 可惜是真是假 只有当事人才清楚 我们也不便过多评价 今年已经51岁的古天乐 虽然有过绯闻对象 但一直都没有关宣 与演员萱萱 应该是粉丝心中最理想的一对CP 但事实上 两人只是同事关系 而诸多的女星 比如郭彩杰 陈乔恩等等 也都是没什么水花 后来古天乐开始拍一些烂片 口碑急速下滑 甚至因为票房惨淡而当众落泪 导演杜琪峰也劝他说 不要不顾形象 什么戏都接 但古天乐却说 我需要钱 更多人需要我 直到2014年 导演尔东森爆出了 古天乐 捐渐希望小学的事 大家之才恍然大悟 他为何会拍烂片 为何说自己需要钱 他说为孩子建起一个个梦想 即使被冠上烂片之王称号 我也心甘情愿 从2009年到2011年 古天乐捐建了39所学校 每笔捐款从10万到55万港元不等 总共捐献了1029万港元 截至目前为止 古天乐已经捐建了139所学校 而且他捐建的学校 都以古天乐希望小学命名 因为一直做慈善事业 古天乐还获得了 世界杰出华人的荣誉 可谓是史之名归 之后 古天乐捐建学校的事 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竟然还被别有用心的人 质疑他做慈善时 出名不出钱 一时间 关于古天乐是否真的做慈善 被网友展开了热议 但他从来没有回应过 后来 古天乐的经纪人回应说 古天乐只想低调做慈善 除了做慈善建学校 奋献大爱以外 古天乐在生活中 也是一个非常仗义 善良温暖的人 演员吴志雄曾投资失败 欠下了巨债 作为好友的古天乐 直接拿了1000万给他还债 还出50万给他日常花效 古天乐对吴志雄说 这笔钱是帮你渡过难关 也从未想过回报 面对古天乐的仗义相助 吴志雄说 我与古天乐感情这样好 是因为他的性格重情重义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后来我还钱给他 他不肯要 演员李兆基患有肝癌时 古天乐经常去探望他 还资助他看病治疗 后来李兆基在人生最后的时刻 还特意感谢了古天乐的帮助 演员罗兰一生未婚 无儿无女 古天乐担心他晚年孤独 于是经常抽时间去看望他 陪他吃年夜聊天 对其照顾有家 演员李建仁生病住院治疗时 古天乐也出钱出力帮助他 演员卢海鹏得病急需手术 但负担不起医药费 古天乐知晓后 直接给他付清了20万元的治疗费 关键是两人并没有太深的交集 蓝杰英去世后 古天乐作为香港演艺协会主席 全力帮忙处理好了他的后事 正是因为古天乐有担当 品行好有情意 所以他才当选了香港艺人协会会长 2020年 古天乐又挺身而出 为武汉抗疫捐赠了1000万 那一年 受疫情的影响 香港很多底层艺人的收入 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甚至都没有收入 古天乐作为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 他带头发起了香港电影工作者 意境支援计划 经过筹款 很多底层艺人和失业艺人 每人获得了9000港币的抗疫基金 以此温暖和鼓舞人心 古天乐虽然开了一家公司 但他依旧每天拼命忙碌 不停地去赚钱 后来渔文乐很不解地问他 你赚这么多钱 你怎么还这么累 古天乐说 如果我不做 不努力 我公司的员工就没工作 会失业 也难怪尔东声会感慨地说 香港娱乐圈现在就靠古天乐一人在成长 在古天乐心中 他始终心怀大意 肩负责任 如今古天乐最大的幸福便是陪伴父母 尽全力付出自己的孝心 他给父母买舒适的花园洋房 带着他们一起去各地旅游 给他们幸福安康的晚年 已经53岁的他 现在还和父母住在一起 每天幸福地被妈妈喊起床 或许古天乐早已把爱奋献给了朋友和亲人 以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活成了像天使一般的人 而这样的古天乐 也应该大红大紫一辈子